另外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远雄在大巨弹陷阱改善前递交的同意书 也让北市府决定要给远雄最后一次机会暂时不解约 不过呢对双方和好不到七个小时又出现了变数 远雄公开质疑市府七项的公安基准与法无据 等于打了北市府巴掌 而对此台北市场柯文哲今天则是不改一贯态度 含话希望远雄要注重白纸黑字的承诺 和老人家一起做活动台北市长柯文哲有说有笑心情很好 毕竟远雄让步提同意书让最头疼的大巨弹暂时不解约 但没想到这对欢喜冤家和解不到七小时翻脸却比翻书快 远雄却公开质疑气象公安标准与法无据 我想我希望远雄是一个注重信用的公司 我们还是以他白纸写黑字的书面承诺为主 我想这是一个建立台湾社会这种文化 就注重credit credit这个概念我想这很重要 在喊话要远雄遵守承诺 但大巨弹这出戏峰回入转 外界早看在眼里 为了这颗蛋 北市府和远雄隔空喊话次数早数不清 就怕这一次又是场双簧 这就是他们的最后机会 我想有一点还是要再说明清楚 其实当时远雄是因为不按图施工被热令停工 而且这个经过监察院跟行政法院的判决 都认为台北市热令停工这个决定是合法的 我也希望这件事情之后 以前那种不按图施工 或是去申请哪一张土 然后后来就随便它盖 盖完再去申请建造编更 这种文化要改掉 一改先前强硬风格 这一次柯市长已柔克刚 不过和远雄这一来一往可惹毛议会 明明对外喊出9月8号大限 市府却认为远雄有退让宣布不解约 让蓝绿议员炮红柯市长不排除提出告诉 所以柯市长回应会向各党团说明清楚 不过就连公民团体也不满 都市府前抗议 柯文哲根本是狼来了市长 政策着领戏改 如果没有这些人一直在给我们监督 甚至是边策的话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会妥协掉 所以我想将来的时间 这些团体应该还是继续监督很重要的力量 期视眈眈眈似乎没在怕 不过为了大巨蛋和远雄这一来一往 外界找物理看花 毕竟这回雙方才和好不到七小时 远雄又公开质疑北市府 现在又在演哪一出 只怕已经耗费太多社会成本 欢迎收看罗宇乡 吕佳恒 台北报道